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合伙人 找恋人 找朋友都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们的三观一定要一致 当你们的三观一致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好去做 都好去一起推进 那么第二个点 很多朋友问过我 说我们找合伙人是不是要互补 比如说一个会销售推广 一个会技术管理 其实不一定 如果能互补那当然最好了 一人负责一块 然后大家把这个事情彼此做好 但是呢 比如说两个人都非常的会销售和推广 那你们完全可以聘请一个人 来过来去做你们后面的后端的技术 来做后端的补成 来补你们的不足 所以说这一点倒还好 我觉得 那么第三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在找合伙人的时候 不管你们是再好的朋友 不管你们是三观再一致 一定要先小人后君子 把你们该有的这个制度 该有的股份分成 该有的这个财务制度 公司管理制度等等这些 写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大家在一张纸上一起认同 一起签字 然后这样的话呢 你们才会保证说后面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因为我想大家看过太多太多的合伙人因为分赃不均或者因为钱的问题出现了分歧 所以说这个是我认为说第三点至关重要的 一定要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利益和你合伙人的利益保护好 你们才能走得很长远 所以先小人后君子这点很重要的 然后第四点呢就是一个公司要做大 你的后期肯定会有新的合伙人 或者是你们公司内部的员工可能会成为你们新的合伙人 你们一定要说同意一起愿意把公司做大这个愿景 你们彼此可以拿出来一部分 去不管是做融资 还是去做分享 还是我我可以发干股为我员工 这点也是很重要的 那你的合伙人要跟你有一样的这样的眼光 那基本上找合伙人 太多太多的 点了 但是我觉得 最重要的这几点 只要做到了 那么这个合伙人 就会走得比较长远 这就是我们 做了这么久的经验 我们下伙人聪围 什么事 我们下伙人 我们下伙人 我们下伙人